懂了?不懂了? 懂不懂?又看你懂不懂? 辛苦了大家了 今晚泰神岳巴的巡迴演唱會正式開演出 好演出, 乾杯! 這不是很痛嗎? 我的泰神岳巴是否會在這裡換衣服? 不懂?不懂?很興奮 小姐, 這裡是後台 泰神岳巴會站在這裡 又會換衣服, 門學 覺得好興奮 不過, 小姐, 這裡也是禁區 仙閘人等是不可以在這裡, 麻煩你 出發去 正 我擺盤一定是最滑的事的 我想問你會不會有 阿守衛的票 開個架 炒黃牛票? 我沒碰到你什麼東西很久 不…我不會碰到你什麼東西的 要不這樣 我看到你這個後台Pass 不如你弄個給我吧 我呢?就給你五百元 本來後台Pass又不用錢 那不算靠我了吧 差不多 讓我老闆知道的話不行的 你關什麼事 你看看你又帥又大 最重要的是什麼? 話得是呀 還有我想說 你和我的態度 我幫你這麼帥 是嗎… 所以你不說我又不說 沒問題 但這個Pass 真的不能隨便給別人的 就是要怎麼做 好了… 看你這麼熱情 這麼喜歡太神惡化 我就收你五百元 就讓給你了 不過你記住 待會兒開演唱會的時候 靜悄悄地煮進來 你別這麼張揚 程雞雞 我每天都說你 又英俊又說得嘗 希望ICAC不會找我 又關他們的事嗎? 不過不要緊 當然關我們的事 泰神你又做錯事了 我又做錯? 你是不是還在玩針對 我現在要做錯事了 其實他又不是炒黃牛 有什麼問題呢? 那已經觸犯了 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 因為他只是代替公司 處理演唱會事務 並未得到公司同意 就收取利益 這樣做是犯法的 但是… 整件事都沒有人有損失 你有什麼所謂呢? 當然有啦 我爸損失了 在有適合玩電話的時間 你們試想一下 對主辦單位來說 後台保安是很重要 裡面有藝人又有器材 怎麼會隨便讓人進去 造成潛在損失呢? 就算要放人進後台 公司也會有嚴格程序和守則 確保後台工作不會受到打擾 所以這樣私下給後台Pass 還要收到五百元 就是犯了法啦 那我們就進不來後台見樂巴咯 嘶…你小聲點行不行啊? Goodbye and thank you I Sir and I Madam